普里镇红人国中 今年参加全国科展 以研究必载额 以及普里云层与气候关系 获得生物主全国第一 以及自然科学主全国第二的好成绩 那每年入围到 我们全线的成绩 一直都是第一第二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连续这么多年 然后参加全国赛的建树 我们几乎每年都入围 所以我们19年当中 21年当中有19年都入围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那这19年当中又有16次 16年都获得全国的奖项 这边有一个全国第一名 这里也有一个全国第一名 再来今年更是破纪录 我们获得四大奖 生物科全国第一 地球科学全国第二 学校团体奖全国第一 南投县市团体全国第一 学生表示因为在校内 偶然发现必在额 因此就以此为主题 作为研究 老师李济读表示 透过必在额的习信 让学生在一连间 做完整的记录以及研究 也获得这次评审的肯定 就是我们在校园内偶然观察到 马与必在额两者之间的互动 非常的微妙 因此我们就开启了 这一系列的研究 在学校内的大业懒人数发现之后 这两位同学 雨昕跟千隆就跟着我 一起在做这样相关的研究 长达整整一年 那过程的纪录里面 非常的完整 那评审对我们的创意度 也非常的肯定 先远林芳语肯定 红人国中教学团队的用心 能够透过科展 让学生多元学习发展 也给学生建立自信心 让他们的未来发展可以更好 除了要感谢老师的教导之外 还有学生们的努力 我相信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的学生多元的发展 世性的发展 我相信可以选择他们的强项 可以选择他们有兴趣的去做发展 不单单只是科业上的 我相信这一次的 这一个科展的比赛 得到这么好的成绩 可以说是给学生的一项 很大的鼓励跟肯定 副一长潘一圈肯定 红人国中科展团队 老师以及学生们的努力 在今年的科展 荣获全国第一的荣誉 也鼓励他们能够再结再厉 继续的为南投县 争取更多的荣誉 记者陈伟一 普立正采访报道